遗憾的就是在上週五的時候 我們的社群 兩種傳了一張照片 整個頭穿過飲料杯蓋 那目前的觀察是說 它可能暫時沒有影響到進食 但是因為鳥類它需要飛行 這麼大的杯蓋掛在它的脖子 其實在密封的時候 其他的鳥類可以自由的翱翔飛行 讓它可能會有一點困難 它會跟著那個燕鴨群 就是大致在漁船向進港的時間 他們會跟著進來密室小雲 在此也呼籲各個民眾好友們 如果有觀察到 它已經有需要救援 或能夠救援的狀況 務必通知所屬縣市的渡寶 趕緊來救援它 那鳳頭燕鴨其實是屬於非常正規稀有的鳥類 它屬於一種海鳥 是一級保育類動物 那如果民眾有發現的話 可以撥打1999或通知我們同胞說 那我們盡快派人來協助處理這個 鳳頭燕鴨它被套出這個問題 一隻小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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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猜的几百年 伴侣录的年轻的 legislation 你只不 espíolut了 乖乖乖就好陪妈妈上班了 好不好 孙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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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班 上班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